是一个全面修为之后才能达得到的 而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到最后的竞争 就是这三个层次 你有了技术才能到这个平台 那你有了智慧 你可能才能走在前边 但是到最后 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职业上干的长久 一定是你这个人的人品 所以是第三个层次 对最高的一个层次 最高层次 所以我说主持人主持人 什么最重要 人最重要 如果去掉那个人 主持只是一个职业 而加上人 主持人他便有了情感 他一方面不可否认 其实每次上春晚的时候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微博 我说每年的春晚都像是一次冲锋 因为在春晚直播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 这个都是你在你预料之外的 你要做好 在第一时间去应对所有可能的这样的准备 另外一个 导演为什么要用你 放心才用你 不出错 不出娄子才用你 关键时候能用得上才用你 咱们简单的来讲 每年的零点报时 哪一年也没有像排练的时候那样 真的就严丝合缝到那就零点了 不可能 因为直播的时候 它的节奏是在随时随地的在变化 去年我补了一分四十多秒 今年同样也是一分多钟 站在那个舞台上 第一时间 张嘴就要补一分多钟的词 并且还得看着表 到最后留十三秒领着大家一起倒计时 而且一秒不差 而且一秒都不能差 那是啊 你让大家晚一秒 早一秒进入春天都不太合适 我会想最不容易的是什么 那么优秀的同裁在旁边 而且长江后浪推前浪 有那么多优秀 一直一直进来 那个对主持人的挑战 压力在哪呢 其实你说的特别对 就是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其实高处不生寒 不站在山顶 你不知道山顶有多冷 不站在山顶 你哪能知道山顶有多么孤独 多么恐惧 我们在爬山的时候 都是仰望的 你有目标 你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的追 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的超越 但是真的当你登顶之后 我们举一个例子 登上喜马拉雅山的珠峰的人 站到那很快就会下来 要不然就冻死了 其实如果拿它作为比喻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当你登顶之后 看到眼下 也许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你不知道你哪天会跌下去 当你看到整个这个大山 被一群像你当年一样的年轻人 围绕着在往上攀登的时候 你会知道迟早有一天 会有人站在这 而你离开这 怎么离开 是滚下去 爬下去 还是走下去 这个是需要你认真的去 用智慧去去来决定的 啊 解释什么 此下黑不提白不提 啊 隔壁王奶奶的话就黑不提白不提 稀里糊涂就给下了 原来祝君在中央电视台 那是所有的重要节目 祝君都是一个连续多少年 他们说连续19年 还连续20年 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艺术人生 很多节目 但祝君突然间被一个叫选择的姑娘举报 然后祝君就消失了 很长时间被冰封雪藏 没人说清楚 就这个人不能出来了 依据什么样的规定啊 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啊 有人举报说 他性骚扰我 然后这个人在电视台有好几年就消失了 这事儿有人说 那有人提报你 你恶心装第二台 你丢人现眼 这话私下里可以这么说呀 但是第二台说 这个人就不能录像了 这个人就不能做节目了 对于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来说 这也是个损失啊 我跟各位说 朱军重新复出的节目 我是没看的 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了 以前看电视 现在看电视的时间微乎其微 就说节目当中看见朱军了 说朱军正在和其中一位受到邀请的女明星握手 但是呢 这个画面很有意思 说中央电视台呢 没有给出朱军的全部镜头 哎呦 我说那奇怪了 就朱军一只手 你怎么就能看出来朱军的手呢 朱军这只手跟别人手有什么区别 他们说看得出来 是朱军的手 我不太理解 这就叫露面了 出现手臂 仅仅是出现朱军的手臂 有点意思啊 邮报琵琶半折面 朱军的手臂 将来也许会有一个典故 朱军的手臂入点了 朱军手臂 可以入点了 变成一个成语了 朱军手臂 有人呢 做了这个戏谑的解释 说这这这这央视 是不是人家的镜头语言是特别强调一个咱们一般不懂的事 我说什么镜头语言 他说是不是强调说朱军的这只手 你们仔细看啊 这手很正常 朱军的手不是仙猪手 这当然是笑话了 一路下来 又是老乡 又是哥们 完了还是这个久友 我觉得朱军这些年不容易 真的我没想到 所以他现在我完全敢说 我这哥们不是个纯属这个什么票友啊 发热 我不是刚最近刚开个微博吗 然后也知道他有了 把他加上了 刚加上第二天 晚上我那天做完节目 没事干 我到熬到两点三点 一想我一看 朱军 久久 他的微博 他贴了一幅他刚画的画 我就给他发私信 三点还在创作呢 那肯定是喝了 我问他 我说你这是 这个 这个 醒着呢 还是 睡醒了 还是 睡了又醒了 他给我回去 他说我撒意证呢 你拍一眼三点 撒什么意证呢 而我正跟一个画较劲 你看看 我觉得朱军找到了他 他也五十了 朱军找到了他后半身 余生的一个精神寄作 这个艺术 这样的一种对这种东西的一种酷爱和一种执着 一种追求 是可以伴随你终身的 这个 可以陪伴他一直到老 我那天也是去朱军大哥那画室 然后我就睡手 拍了他挂在墙上的那些画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然后爆评 疯了 而且不光是 很多业内的人是画家都说确实画得好 新的正常人心的 冠征先生的关门弟子 能学到这样一个程度 还能够讲 我刚才看我大吃一惊 我没看到有这一首 中国有出了一个 不明的主持人 又来一个大的一个说话家 这是何能叫人振奋的制作 我觉得挺震撼的 像朱军学习 正式调的状态 94年开始工作 我们刚刚结完婚他又到北京 那段的生活是特别特别的艰苦 带了两千块钱 其实是我们俩存了真的很多年 而且我们是刚结完婚以后 把仅有的两千块钱 他带到北京来 哪有敢住宾馆呀 谁住的是地下室 住在那个沙滩那个老文化部 北沙滩那个老文化部那个地下室 你想我上班得多老远 从北沙滩一路 基本上是狂奔到公主坟 就是生活上的那种艰苦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 都还能够应付 关键是内心孤独 没有朋友 而且那时候你什么也不是 也真没人搭理你 他没你为什么支持他来呢 当时呢 我一直都觉得他在这方面 是特别有才华的 而且呢在这个期间呢 他跟杨岚 还有宁平大姐 就是合作过 就是甘肃电视台 请这些明星 然后到甘肃来主持节目 正好呢跟他一起搭档 然后主持完以后 就是这些人都对他说 哇你小伙子非常棒 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走一走 你为什么不到北京去看一看呢 各种忽悠是吧 反正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特别鼓励他 我说可能这个央视有一些机会 完了后我说你可以去试一下 哪怕就我们当时抱着 就是你能够试一次进上一次中央电视台 可能就可以了 对我来讲的话 最大的失误 其实还是那年之后为阳 当时有没有意识啊 完全无意识 我完全无意识啊 走到台口了 周涛捅着我一下 你说错了 我哪错了 你把猴年说成杨年了 我说不可能 我怎么我能把猴年说成杨年呢 周涛说我就是属猴的 我特别敏感 你就是说成杨年了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这个题目就叫杨年的遗憾 我大概是这么写的 我说那两年呢 是我主持生涯当中获奖最多的两年 我拿遍了中国主持人 可以拿到的所有的奖项 你比如说金话筒 你比如说金英奖 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奖 人呢可能就有点得意 后来我就说 老天爷可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提醒我 使自己警醒 得意的时候一定 我觉得画的最费劲的是朱迅 为什么他最难画 因为朱迅呢 说实在的 他没有其他几个人有特点 而且他很洋气 他的那个长相很洋气 你要是夸大他的那个洋气的那个特点吧 就很可能被人觉得是一个 就是一个有少数民族血统 或者说有外来血统的那么一个人 他又不是 但是呢 你要不去夸大他的那个特点吧 你又不能逮住朱迅的特点 所以呢我最后我就找了他一个侧面 找了一个侧面去画 他那个大眼睛 眼睫毛 那种状态 最终我觉得还算行 你看这张画跟我长得像吗 我觉得他的眼睛画得特别的像 这个角度吧 我觉得他在惊喜 我不知道有这样 我身边这么亲近的一个人 有这样的台话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 又内敛 又智慧 又努力的一个人 哥 所有的话都在心里了 真的是祝福你 也佩服你 就像今天这个英景说的 好好向终局学习 主播